下午好 我是Layrion Gaylor-Baird 市长 欢迎您参加社区介绍会 马吉、普普再次加入我们的行列 提供口译服务 谢谢您 马吉今天在这里 并感谢大家参与学习更多有关当地最新发展 以及如何保护自己和亲人的安全的信息 上周 林肯举办了女子周历高中篮球比赛 城市宇宙的传统又回来了 感谢所有使这次活动成功且安全的人 祝贺所有奖杯得主 包括林肯、庇护时是被靠背的冠军 昨天在当地开设了另一家大规模疫苗接种诊所后 品尼高银行竞技场将在本周重新迎来篮球比赛 我们欢迎男生参加州冠军赛 祝所有参加比赛的人都好 尤其是我们的林肯车队 随着我们继续为居民接种疫苗 我们将能够欢迎更多此类活动 当我们在社区中推广疫苗时 我们同时重视效率和公平性 当我们努力使剂量尽可能多的投入使用时 我们还在努力确保居民能够获取使他们做出明智决定和接种疫苗所需的信息 特别是那些最有可能遭受严重后果的人COVID-19感染 受到这种疾病严重影响的人以及对疫苗本身有疑问的人 我们的社区合作伙伴在疫苗推出过程中都对效率和公平性都抱有同样的承诺 并且我们正在共同采取步骤执行这些目标 林肯、兰开斯特县卫生局及其合作伙伴不断扩大我们的大规模疫苗接种诊所的规模 以管理分配给兰开斯特县的越来越多的剂量 上周 我们举办了创纪录的四个大型疫苗接种诊所 通过这些诊所 我们管理了9200多剂 昨天位于Pinnacle Bank Arena的诊所是迄今为止我们规模最大的疫苗接种诊所 我们很自豪的报告说 有8000多名社区成员在那里接受了疫苗接种 截止到今天 兰开斯特县居民已经收到超过16000剂疫苗 您可以在我们网站covid19.linkon.na.gov上的公共仪表板上跟踪本地进展 在我们注重效率并继续扩大诊所规模以服务更多人的同时 我们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工作 以确保我们的疫苗推广公平 一个例子 我们的卫生团队会与医生持续合作 以确定我们一些医疗最脆弱的居民 然后开设较小的诊所为这些人接种疫苗 我们正在实施的另一项确保疫苗公平分配的重要策略是向可能对疫苗有疑问的社区成员提供服务 鉴于我们在社区中各阶层所听到的问题 我们正在共同努力 以解决这些有效问题 并确保林肯和兰开斯特县的所有居民都拥有他们所需的信息 以做出有关其健康状况的明智决定 我们共同努力 以其他社区领导人和合作伙伴的身份回答有关疫苗安全性和功效的任何问题 Brian Health目前正在主持一个名为Oncoder Facebook直播系列 本地医疗保健专家可以通过该系列讨论疫苗并回答问题 以便社区成员可以做出明智的决定 今晚下午6点30分 他们将与Diana Pottera博士一起主持西班牙语活动 要注册 请在Facebook上找到Brian Health并检查其活动页面 考虑到做出明智的决定后 我邀请Josh Sharfstein博士在明天晚上5点30分至下午6点30分 在Facebook直播活动中与社区成员讨论COVID-19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Sharfstein博士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的卫生政策与管理实践教授 他曾担任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首席副局长 他可以向我们提供有关FDA批准COVID-19疫苗的监管程序问题的见解和解答 Sharfstein博士将回答来自Facebook Live观看者和社区领导者小组的问题 我们的当地专家包括NAACP林肯分会的Devain Mace 每周每周国家中心的Romeo Guerra 蒙山牧师Tremaine Combs 西安晋信会教堂和UNL法学院的Anna Shavers教授 该活动将在我的林肯市官方Facebook页面Facebook.com斜杠案上直播 他还将出现在市政府访问频道LNKTV以及LNKTVYouTube频道上 在这些努力的共同作用下 林肯兰开斯特县卫生局正在为当地居民提供较小的诊所 这些居民既有我们的文化社区中心服务 又有资格购买疫苗 这些诊所中的第一家于今天早些时候在亚洲社区和文化中心举行 约有130人接受了第一剂疫苗的接种 现在加入我们的是亚洲社区和文化中心越南社区倡导者Twinock Ho 他今天在该诊所提供了协助 牧林社区中心也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其执行主任汤姆、兰达也与我们在一起 但是首先 我们要有Twinock Ho 介绍了亚洲中心的疫苗接种诊所 该诊所为移民社区成员提供服务 亚洲中心的工作人员与客户共享有关COVID-19和疫苗的信息 并回答他们的问题 那些第一次接种疫苗的人为疫苗接种感到非常兴奋 汤姆、兰达说 林肯文化中心很高兴能与卫生署合作开展疫苗接种诊所 牧林社区中心提供各种服务 他们很高兴为工作人员和社区成员提供充分的疫苗接种 以便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 Zainab L. Bush说 当COVID-19启动时 他不在美国 因此他直接了解了该病毒如何影响世界 他能够在12月返回林肯 并渴望帮助他的社区应对这种病毒 起初 由于在网上听到的消息 他很害怕这种疫苗 但是在了解了有关疫苗开发方法的更多信息后 他决定接种疫苗 该疫苗可以帮助社区成员保持健康 生活可以回到过去 盖洛·拜尔德市长拥抱和亲吻听起来好极了 谢谢Zainab 谢谢Tom 也感谢Tweet的合作与努力以及今天加入我们的行列 另一个规模较小的诊所将于3月29日在MT 西安晋信会教堂 感谢Tremaine Combs牧师 John Harris牧师和Brandy Mimitzrayam牧师 在组织此诊所方面与卫生部的领导和合作 富士山诊所根据该州的指南 西安将帮助我们目前有资格使用疫苗的更多黑人社区成员便利获得疫苗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欢迎MT MT的高级牧师Tremaine Combs牧师 西安晋信会教堂和牧师约翰、哈里斯 无限鼓励基金会的创始人和总裁 王国拓展部的创始人和首席牧师 他们在这里分享有关即将开业的MT MT诊所的更多信息 西安 欢迎 首先是梳子牧师 其次是哈里斯牧师 Tremaine Combs牧师说 在整个美国 非洲流离失所者社区受到疫情的影响不成比例 在2月10日的虚拟活动中 他和许多黑人神职人员为社区成员提供了机会 以获取有关疫苗的准确信息并建立信任 3月29日 他们将在山顶的卫生署开一家疫苗接种诊所 西安尽信会教堂 这并不意味着要向任何人施加压力 而是给人们提供了机会 只要他们愿意并有能力这样做 约翰 哈里斯牧师说 对COVID-19的回应一直是林肯黑人神职人员的工作重点 我们面临的挑战之一是 黑人和布朗社区受到该病毒的影响不成比例 因此需要优先考虑接种该疫苗 盖洛·拜尔德市长 感谢科恩斯牧师和哈里斯牧师 在保护我们林肯所有居民生命的共同努力中 所发挥的领导作用和建立的伙伴关系 我们的卫生部将在未来几周内安排更多的小型诊所 包括为我们的讲西班牙语的居民提供更多的疫苗接种机会 这些居民目前已按照各州的指南进行疫苗接种 El Centro de las Americas的健康计划经理Olga Casado 今天与我们一起谈论如何确保西班牙裔和拉丁裔居民获得疫苗 欢迎您 奥尔加 感谢您今天加入我们 盖洛·拜尔德市长奥尔加 非常感谢您的领导才能和您为解决文化障碍所做的工作 感谢您的合作 在我将这份工作交给负责社区的高效和公平的疫苗接种工作的卫生主管Pat Lopez之前 我很高兴地分享一下 过去十天我们的社区中没有报告COVID-19死亡的病例 因死亡的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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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的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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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感谢 病例 死亡的病例 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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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的病例 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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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的病例 我们的指定 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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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手 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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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例